Hello大家好我是苹果妹 今天呢要来教大家在iPhone12上面一些非常重要的指令 像是开关机啊 强制重新开机啊 还有最重要的恢复模式 这个恢复模式是什么呢 就是当你的手机当机啊 卡住不能动 但是你怎样想要让它关机都没有办法执行的时候 或者是你在更新的时候突然卡住了 都可以用这个恢复模式来让它恢复正常 像这一次我的iPhone12 mini 我在更新到iOS14.2的时候就出现了这样子的问题 我在更新的时候它就卡在那个苹果的logo一直不动 那我怎样想要让它强制关机都没有办法 所以后来我就赶快上网去找要怎样让它重新开机 或者是让它进入恢复模式 它索性后来顺利的解决了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把它学起来一倍不时之需 那每一支iPhone它的这些指令啊都有一点点不一样 那我今天示范的是iPhone12 如果你拿的是比较早的机型的话 这些指令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 那你可能就必须要上网去查一下这些指令是什么 那开始之前呢不要忘记帮我们按赞订阅还有开启小叮当 才不会错过未来非常实用的iPhone小技巧影片哦 那我们就开始吧 那首先第一个要教大家的就是要怎样关机 你可能早就已经会了 但是我会教两种方法 首先第一种呢就是音量键其中一个 加上电源键按住不放 来音量键其中一个 然后电源键按住 不要放 那它就会出现这个画面 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把这个横条往右滑 它就会关机了 然后如果你要开机的话就按住电源键 它就会开机了 就出现苹果的logo 这样就开机成功了哦 然后第二种关机方式呢在设定里面 按设定 然后找到一般 点一般 然后把它滑到最下面 你就会看到有一个关机 然后把它按下去 它就会出现这个画面 然后你就把它滑过来 这样就关机了哦 接下来呢要教大家如何让你的iPhone12强制重新开机 这个指令是按一下音量键上 然后再按一下音量键下 然后长按电源键直到黑屏为止 那我们来示范一次哦 按一下电源键上 按一下电源键下 然后长按电源键直到黑屏为止 一直按住 不要放开哦 它就会黑屏 然后你应该会看到一个苹果的logo 然后放开 这样就完成重新开机了 那这个重新开机之后 它就会回到这个锁屏的画面 然后它也不会要你再输入一次SIM卡的PIN嘛 因为它没有关机 那基本上呢 你只要只行强制重新开机 就可以解决大部分的问题 那如果你的问题还是存在的话 就必须要使用到复原模式 那iPhone的复原模式 就是必须要连接电脑 然后它的复原模式有两种 第一种叫做Recovery Mode 也就是回复模式 这是一种用来解决故障的办法 那除了复原模式之外呢 还有一种模式叫做DFU模式 也就是开发者模式 全名叫做Development Firmware Upgrade 这个部分呢 就更适合一些专业的用户啊 像是工程师 一般人其实是不太会用到这个DFU模式的 但是我今天呢 两个都会示范一次 首先呢 我们先示范要怎样进入回复模式 Recovery Mode 你要连接你的电脑 所以就要准备这个Lightning to USB-C的线 那Lightning这边就插手机码 然后USB-C就插电脑 连接上电脑之后 它就会出现这个对话视窗 问你要不要信任这一部电脑 那你就选信任 然后输入你的密码 那在电脑上面呢 它就会问你要不要允许电脑取用 这个手机上面的资讯 那你就选右下角的继续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在手机上面 执行回复模式 那它的指令就跟重新开机 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按一下音量键上 然后再按一下音量键下 再长按电源键 直到它出现连接电脑的画面 中间出现任何苹果logo 都不要放开这个电源键 那我们现在来执行一次哦 音量键上 音量键下 然后再长按这个电源键 然后出现这个画面 不要放开 然后应该就会进入黑屏 然后一直按着 千万不要放开 一直按着 出现苹果logo也不要放开哦 它等一下就会出现一个连接电脑的画面 对 出现这个画面就可以放开了 在你的电脑上面呢 iTunes就会出现这个 iPhone复原模式 那你这边你就可以执行你需要的功能 像是更新啊 或者是回复iPhone 这样子基本上就可以解决你大部分的问题了 那如果你要退出这个复原模式的话 就按一下电脑上面左下角的退出iPhone这个选项 或者是说如果你在手机上面操作的话 就长按这个电源键 它就可以退出这个模式了 然后它就会开机 电脑上面就跳出来了 那就完成了哦 好的那现在呢我们来示范一次要怎样进入DFU Mode 我自己也没有进入这个模式过 所以我还蛮好奇进去之后会怎样的 但是进入DFU Mode之后也不要乱动一些东西 怕动到它的设定什么的 这个DFU Mode它的指令非常的长 我先来跟大家讲一遍 连接到电脑的iTunes之后呢 按一下上音量键再按一下下音量键 接着长按这个电源键不要放 直到进入黑屏的时候 立刻按下下电源键不放 5秒钟之后放开电源键 接着呢长按这个下音量键 直到电脑上面出现这个DFU Mode的位置 那从头到尾这个手机都会是黑屏的状态 那我们现在呢来示范一次 首先呢连接到电脑的iTunes 那电脑上面就会出现我的手机 然后我们来执行这个指令咯 按一下上然后再按一下下 然后按住电源键 不要放开直到进入黑屏为止 然后按住下音量键 持续5秒 好的那现在呢我的手机上面是全部的黑屏 但是我的电脑上面已经进入了这个DFU模式 上面写说iTunes侦测到一台在复原模式中的iPhone 在搭配iPhone使用之前 你必须要复原此iPhone 那我们选好 然后这边呢就会看到这个iPhone已经进入复原模式了 如果你的iPhone发生问题 你可以按一下复原iPhone 它就会恢复到原始设定 那这边你就可以选这个复原iPhone 那基本上呢没有其他的选项 可能就是这些开发者会有自己的管道吧 那接下来呢如果你想要退出这个复原模式 就可以按退出iPhone 那除了在电脑上面按退出iPhone之外呢 手机上面也可以执行一串指令 让这个iPhone退出DFU模式 就是按一下上音量 再按一下下音量 再长按这个电源键 那我们来试试看 上音量下音量 然后长按电源键 然后电脑上面就退出这个iPhone了 然后电脑上面就退出这个iPhone了 然后手机等一下应该就会自己开机 对 出现这个苹果logo 那接下来呢要来教大家 怎样进入SOS求救紧急模式 那可能大家在关机的时候 可能就已经有看过这个模式了 就是音量界其中一个 加上电源键这样子长按的时候 你就会进入这个画面嘛 那这边你如果要用紧急服务的话 就可以这样子往右边滑 那你往右边滑的时候 它就会打电话给你的紧急联络人 那你必须要有在手机上面设定 它才会拨打这个电话 那要在哪里设定呢 就是打开设定 然后你往下滑 滑到这边有一个SOS紧急服务 然后里面就有在健康中设定紧急联络人 它就会在你把那个红色的Bar 往右滑的时候 打电话给这个紧急联络人 这边你就可以自己输入 这个紧急联络人的资讯 对于一些比较年长的人来说 可能会蛮有用的 那在SOS紧急服务里面 也有一个选项是 透过侧边按钮通话 就是你按快速的按无下 这个按钮 它也会同样启动刚才那个画面 那我们来试看看无下 12345 它就会出现这个画面 那你如果把它往右滑的话 它就会开始发出一个非常大的紧急声 所以这个模式要慎用 就除了紧急声之外 它还会打电话给你的紧急联络人 好的 那以上就是这一次 iPhone 12必学的一些开关机指定 希望有帮助到你 尤其是那个恢复模式 我觉得非常的好用 就是在你的手机当机的时候 让它重开啊 或是进入恢复模式 都非常的管用 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教学 我们的影片就到这边 最后呢